17岁确诊脑膜炎,到2019年第一次站起来走路,因为打激素药,脸上浮肿,但全身体重只有78斤,到现在慢慢恢复健康,涨到100斤,我又来成都治疗了。 第一次来成都是2018年,那时候我病得很严重,无心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有更多感受。 这一次,我的身体比从前好,特别特别多,以至于我有经历去更好的感受身边发生和出现的一切事物。 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,先是体验了高温,第一次感受大汗淋漓的感觉,每天忙着喝水补水。 当然不出预料的,全家人一起体验了一把醉痒,整天晕晕沉沉地忙着睡觉,也吃了成都的美食。 看了成都和西藏不一样的美景,见识了一些新东西,有了一些新的体验,但让我觉得最感慨,依然是陪伴着我的家人。 就比如,我因为后遗仗的问题,推脚不利,每次出门的时候,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嫂子,总有一个人牵着我,帮我承担身体的重量。 看我走得慢,他们也忍受高温,陪着我在外边慢慢走。 再比如,我的妈妈,每次在我做检查做治疗,甚至在我休息的时候,陪着我照顾我的同时,用她自己的方式一直在替我念经习服,比起她自己也要忍受病痛的现状,她更担心我的病情。 而爸爸总是默默陪在我身边,和哥哥一起跑上跑下,帮我们探路,跑腿。 还有我的嫂子,总是默默地帮我们承担了很多的家务,用自己的开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 至于大哥和姐姐,我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,我知道他们很关心我和妈妈的病情,想随时知道我们的情况,只是因为工作不能陪我们过来。 我非常庆幸我能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,拥有爸爸妈妈的疼爱,哥哥嫂嫂和姐姐的爱护。 即使是我生病,花了他们很多精力和金钱的情况下,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没有减少一分,我特别知足,当然我也很幸运。 希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群爱你的人,陪你扛过生命中那些难熬的时光。 如果,我是说如果,你觉得你没有被家人疼爱,我希望你也不要灰心,因为这个世界上总不缺爱你,可能只是你还没发觉,也有可能,你的那一份幸运和关爱,还没来,需要你再坚持坚持。 好了,今天就感慨到这里,下一期再见吧。